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平行观战役的前一天 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和王炳章率部 驻扎在山西五台县也接到了参战的命令 但不巧的是当时正赶上下大雨 道路迷应难以成行 所以等他们抵达战场的时候 已经是9月26日 战役早已经结束了 不过这个时候 恰逢扫荡报记者团前来采访 王炳章因为跟他们打过交道 就被林总派去招待他们 这些记者来的时候 战斗已经结束了 但是为了能更好的宣传这次战斗 就提出请林总等人再去战场上 拍一些照片登报宣传 对这样的事 林总本来是很抵触的 但聂帅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就说服林总重新去战场上 拍了一些照片 比如下面这张 展开全文在这张照片中 中间的位是林总 左边第二位正在接电话的 就是王炳章 这张照片在报纸上刊登后 照片上的人也都名言天下 自然也包括王炳章 不过王炳章知道 自己其实并没有参加过平行官大节 虽然有照片为证 但历史就是历史 是不能歪居的 所以每次有人跟他说起 平行官大节的时候 他都会澄清一下 说自己并没有参加过这次战役 当然 即便是没有参加过平行官战役 王炳章将军的一生 也是战功赫赫的 王炳章1914年生于何南安阳性 长大后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成为西北军名将 纪震童的贴身卫士 后来季震童 董震童率部起义 王炳章也跟着成为红军的一员 担任过红衣军团司令部做战科科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 王炳章被任命为1115师参谋处长 做战科科长 尤其是1115师参谋长周昆施东后 王炳章实际上就是1115师的参谋长 成为林总 面帅的得力助手 王炳章脑子非常火 往往能以最小的伤亡 取得最大的胜利 特别是 他提出的交通豪 禁迫作业攻坚战术 曾以伤亡三个人的代价 消灭了六百多日美军 还曾以百余人的伤亡 殲灭敌军上万人 在经过多次战役的成功实践后 王炳章自创的这套战术 得到了广泛认可 上级还专门将其勘念成策 在全军宣传 王震上将就曾感叹说 战术上之心创造 在禁迫作业及作业与火力配合上 使完敌己无陋戚可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王炳章还救过林总的命 1938年3月2日 林总骑着缴获来的高头大马 准备去拜访第十九军七零师师长杜坤 但是杜坤部队的一名哨兵 远远的看见了他 发现他穿的是日军的军大衣 以为是日军军官 抬手就是一枪 直接打穿了林总的肺部 还打断了一根肋骨 当时同行的人还有王炳章 连忙上去把林总救起来 护送他去了医院 这才让林总捡回了一条命 因此 林总在后来对王炳章非常照顾 这都是后话了 建国后 王炳章被授予中将军衔 并长期担任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 是新中国空军领域的重要人物 2005年9月25日 王炳章在北京病逝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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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